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 就在高雄三民区的日安地球大楼这边 那么受到凯米台风的影响呢 其实前几天这栋大楼的地下室是有淹水相当严重的情形 那么好在呢好不容易是在昨天傍晚的时候 这个地下室的水是全数来抽光 那么呢其实就怕这个地下室啊有早气的出现 以及这空气不流通的问题 那么现场呢其实也出动了这个排烟车 还有国军同仁呢来到现场要协助消毒 再听一段现场访问 因为怕那个工作人员他们会窒息嘛 我们先送新的攻击下去之后 它的回忆器早期就从其他地方排除掉了 今天的环保局跟我们的国军呢 去先亲屋一楼跟二楼的部分 有一些积水淤泥还有主要是配电室啊 那二楼配电室呢 它整个全部啦 早上我们开会是说 要先把那个整个的电器箱把它烘干 然后把那些排线全部都把它整理干净 我们才可以去做重新更新或是修理的这些作业 好那是可以看到呢 国军人员以及消防人员呢 是进到这个地下室里面 要来协助消毒 以及呢是运送这个空气 让地下室的空气能够来流通好方便呢 后续来把这个住户的车辆来拖出来 那么其实据了解啊 在根据今天也就是29号的上午呢 截至中午的时候 这个地下室呢 总共是已经拖出了至少12辆的轿车 不过呢因为昨天呢 其实有发生这一个脱掉业者在现场 那么这个价格以及要怎么来跟住户协商 是发生了一点争议 不过目前呢 其实呢根据这个消保官在现场 也都开出了这个公链的价格 就是5000啊 政府也都会补助一半的价格 因此呢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这个住户呢 还有这个百万的轿车以及车辆呢 其实都还在地下室里面 那又怎么协助拖出来呢 还是一大难题 因此呢现场其实有相关单位 还有大楼呢 的这个广委会都在协助 要来帮忙处理 那么至于稍后呢 这个车辆要怎么出来 以及是不是能够顺利的来进行 我们也将持续为大家守候